两个女教师同时爱上了一个男学生 为了争夺学生 一名女教师不惜将滚烫的开水浇在另一名教师的脸上 如此恶毒的人能有好下场吗 今天幕位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情感电影《女教师》 大漂亮是一名男子高中的教师 在学校工作多年的他一直没能转正 一天有个女同事因为怀孕要生孩子 大漂亮被学校安排当临时班主任 他觉得这次好好表现的话应该可以拿到转正名额 晚自习时大漂亮来到新的班级 他发现有一个叫小帅的同学不在教室 原来小帅是一个舞蹈特长生 自习的时候会去体育馆练舞 上了一天班的大漂亮回到家里 看着等着他做饭的男友气就不打一出来 自己上了一天班回家还要伺候这个祖宗 这样的生活让大漂亮真是受够了 这天学校来了一个新的同事小美 由于小美父亲是个高管 所以他一来就直接拿了转正名额 这名额本来是给大漂亮准备的 弄得他看见这个小美就来气 由于小美和大漂亮是同一个大学毕业 所以小美特别喜欢跟大漂亮套近乎 可大漂亮很讨厌小美一直没给他什么好脸色 下班后学校老师专门给小美举办欢迎会 看到大家都围着小美转来转去 大漂亮感觉待不下去便起身离开 正打算回家却发现体育馆还没关灯 他进到体育馆发现小帅正在地上躺着 一边还有七零八落的啤酒罐 大漂亮好奇的走近观察着小帅 却没想到小帅突然起身亲了他一下 大漂亮一愣但没有拒绝 随后开车把小帅送回了家 回家后大漂亮回想着发生的一切心情复杂 此后大漂亮更加关注小帅了 一天大漂亮正在上课 他的男友来到学校说想看看他工作的地方 顺便一起吃饭 可大漂亮非常嫌弃男友 拿出一张钞票让他自己去吃 晚上大漂亮接到小美邀请共进晚餐的电话 在饭桌上小美还把自己的未婚夫介绍给他认识 还送给他名贵的化妆品 为的是能和学姐好好相处 可这一切在大漂亮眼里却成了小美对他的施舍 大漂亮当面扔掉了礼物转身离去 到家却发现男友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 白天的事情彻底激怒了男友 十年的感情就这样破碎了 学校里衣着时尚的小美遭到了学生的偷拍 大漂亮发现没收了学生的手机给了小美看 还指责了小美穿得太暴露 没有老师的样子 可小美找到学生 删掉照片顺便训斥了一下 就把手机又还给了学生 这让大漂亮对其更加不满 晚上大漂亮来到体育馆 发现小美和小帅有着不正当关系 次日他找到小美 吓得小美流泪求他不要声张 这次能成功打压小美 让大漂亮心里有意思爽快 自掏腰包给小帅报了舞蹈培训 给他报名舞蹈比赛 和小帅一起看舞蹈表演 还把他带回自己家中 一系列接触下来 大漂亮不能自已的爱上了小帅 小帅也及时回应了大漂亮 于是两人一发不可收拾 在大漂亮的帮助下 小美赢得了比赛 并以此保送了大学 看着台上自己一手培养的学生 大漂亮忍不住拿出手机露起相来 可他突然发现小美居然也在比赛现场 原来他与小帅所有的事情都是小美安排的 目的就是为了报复大漂亮 不光如此 小美还用其父的关系 让学校解雇了大漂亮 无可奈何的大漂亮 只能找到小美表示认输 他当众跪下 求着小美别让学校解雇他 看大漂亮认怂 小美心一软就答应与其和解 一天小美把大漂亮带回家里 像对待庸人一样使唤着大漂亮 还嘲笑说自己不过是和小帅玩玩 而他对小帅居然动了真情 这些话让大漂亮怒从心起 趁着小美睡觉的时候 拿着滚烫的开水向小美浇去 事后还用小美手机叫来小帅 看到小美的惨状 小帅在地上大哭不止 次日大漂亮若无其事的 来到学校吃着早餐 外面警车正向学校 缓缓使来 偏执的思想会蒙蔽人的双眼 畸形的情感会毁掉一个人的生活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